翻譯 鄭姊姊們早安 很久沒有來這邊跟大家分享的菜式 很開心今天再次來到CCA 我們一起來聽神的話語 有多少個人傳福音的? 有傳福音的?經驗的? 都不少吧? 當你傳福音的時候 你覺得 或者你未傳福音 被人傳福音的時候 你聽下去 你覺得 如果你只有很少時間 你要說最重要的是什麼? 簡單來說 福音中心的信息是什麼? 你覺得 聽不到 聽不到 信耶穌得永生 人有罪 通常九成九的人都會跟我說 人有罪 所以要卸臉 十字架就是我們唯一的拯救 這就是我們一向聽或傳福音的訊息 基本上真的有九十九%的人都會說 整個我們基督教的福音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十字架 我們的標誌 我們各方面的聖經都會有十字架 寫罪 十字架 有些人會說 耶穌基督降生 耶穌基督受死 受鞭傷 為我們 又或者 你會說 當然不是 不是單一事件 整個救贖過程 由耶穌降生 然後成為人 過了三年的生活 復活 之後被人出賣 扯一十字架 受死 埋葬 整傳的 應該是整個整傳的訊息 你可能會這樣說 即是 整個 但是 你會發現大多數的人都會忽略一件事 就是我們今天唱詩歌 經常都會提到復活 或者選詩歌的人都覺得很困難 因為我自己都是領事 我發覺有時候我選詩歌都很難聽到 有一些關於復活的訊息 幾乎每一個復音的工具都會告訴你 十字架才是 中心的訊息 或者聚得射面 他們都將他們的焦點 放在十字架 和聚得射面的身上 幾乎沒有一個復音的工具 或者一個復音的一套體系 是會告訴你 復活才是他們的中心 或者甚至有些夢 提到復活 其實希望今天 和大家 藉著這段經文 去反省一下 到底 我們今天在信什麼 到底我們今天 你給人傳福音 即是你傳福音的時候 傳什麼的訊息 我希望藉著今天的這段經文 和再加上幾段的經文 可以給大家一個重新反思的時候 經過今天的訊息之後 我希望大家 抱有一個 用復活作為基礎 重新再看聖經一次 讓我們一起抵頭去祈禱 聖阿波佛上帝 神啊 我們求你幫助我們 讓聖靈去開我們的眼 幫助我們去看清楚 知道在聖經裡面 你的話語 在初來教會 教會使徒裡面 他們傳的福音的時候 是一些什麼回事 神啊 求你繼續帶領幫助我們 叫我們藉著這個福音 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怎樣去生活 我們這樣祈禱 交託奉耶穌基督得性的明節 Amen 首先我想大家 看一看這段經文 在歌人多前書 十五章 這個聖經由我們一起打開 歌人多前書第十五章 我們一起讀三次到八字 有聖經見到了 沒有聖經的陣體 拍一拍 我也鼓勵大家 帶回自己的聖經 我們見到一場 預備 我當日所領受 有全級的目的 第一 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 為我無力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聖經所說 第三天復活了 並且掩蓋基法漢 然後掩蓋十二使徒漢 後來一時掩蓋五百多的帝興漢 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塞 卻也有數年輕歲了的 以後掩蓋雅各漢 再掩蓋眾士獨漢 活了也掩蓋我漢 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 其實這一段的聖經 當時是一個 我們叫做信條的 一段的說話 當時的信條 對於當時的信徒來說 是一個認訊 是一個信仰的衝光 簡單來說是一個總結 你在裡面看到 它的結構很有趣 首先你會發覺 一開始 在第三節 有兩個 第三節 四節 有兩個照著經常的話說 接著就 照著經常的話說 有兩個照著經常的話說 在之後第五節 跟著第六到八節 有四個顯然 即是原文有四個顯然 在翻譯出來其實是多些的 原文裡面有四個顯然 顯吸基法漢 和十二使徒 顯吸一大堆人 顯吸雅各 最後面吸寶羅 我們看到 其實寶羅在這裏 所傳的第一照第二節 已經說了 跟江仁多教會來說 這個福音 是我們一直傳給你的福音 來的 你持守這個 你持守這個 你就得救了 即是證明 這個信條式的福音 其實真真正正正是 當時的人 去持守 他們的信仰下心 你會見到 有兩個不同的部份 第一個部份 有兩個經常照著說話 經常照著說 他們當時有的聖經 我們沒有 即不是我們現在身舊約聖經 當時他們有的聖經 是舊約 每一次他們說 照著經常的話 去應驗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說一個 舊約的承傳 在舊約裡面 也有多次提到 尼賽亞要來 尼賽亞要受苦 尼賽亞要受死 並且多次提到 尼賽亞要復活 第二個部份 他講了四個顯然 四個顯然的意思是什麼 其實四個顯然 裡面就是講到 他們見證著神的復活 是一個復活的見證 是一個很實實在在 不是一個靈體 而是一個很實實在在 如果你有記得當晚 是摸過復活之後的耶穌 是一個很實在的見證 那你又覺得 咦 是啊 為什麼 寶羅講過復活的大綱 的時候 雖然他有提到 他有提到受死 沒有提到神志教 他有提到被埋葬 並且他很特別 他用了一個字 復活這個字 每一次寶羅用復活的字 都他的時式 很特別 我們接下來下一本拍會再講 在這裡 其實福音是有架構的 每一次傳福音 每一個傳福音的時候 都會包含兩樣東西 第一件事就是 舊約的成全 你看整個笑頭 不轉都是這樣講的 你看任何 在聖經裡面任何一個傳福音的信息 舊約的成全 和復活的見證 所以我就在想 為什麼我們今天傳福音 好像差那麼多 為什麼我們今天傳福音 好像沒有怎麼提過 耶穌基督的復活 但是原來在當時的信徒 當時的使徒 每一次傳的福音 都很重視福這件事 我們一起看一下 使徒行轉 其實如果有看過使徒行轉的人 你就知道使徒行轉 有很多很多 大大小小不同的講章 全部講章都是關於彼得 或者使徒 或者是保留 他傳福音 就算是猶太人也好 就算是外邦人也好 他們傳福音之後 記下來的一些東西 你就會一邊看下去 就發覺到一個很特別的一件事 特別的東西是什麼呢 特別的東西是原來 使徒行轉全部的講章 全部的講章 他的終生思想是復活 不是十字答案 不是耶穌基督的受死 是復活 是每一篇講章都有包含復活 反而 很驚奇的事 我看完之後 不是每一篇講章都有包含十字答案 甚至乎耶穌基督的死 比喻 最簡單就是使徒行轉第十七章 使徒行轉第十七章 保羅在雅典的那篇訊息 沒有說過耶穌基督受死 釘在十字答案上面 但是他又提復活 並且復活是他最終生的思想 那你可能說 他這些對外國人講的 他們都不明白 那我們再看一下 使徒行轉第二章 有聖經的我們翻開 使徒行轉第二章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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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很特別地 彼得的總結 不是以耶穌基督為你的罪 釘在神字架上做總結 彼得的總結是說 這樣神應叫祂復活了 這耶穌神應叫祂復活了 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 祂既被神的右手高舉 又還負受要應許的聖靈 就把你們所看見的所聽見的標本行 大衛門有升到天上 但自己說 主對我說 你坐在我的右邊 等我使你受的 作你的凳腳凳 故此你全家當確實地知道 你們釘在十字架上 你為耶穌神應讓祂為主 為基督了 祂的重點放在耶穌基督的復活 就是這個耶穌神應讓祂復活了 坐在天上 就是這個被釘十字架的耶穌 祂不是把焦點放在釘十字架的事件上 祂把焦點放在復活的事件上 如果你回去看看 重新看草藤傳 我敢說 你是找不到一篇講章 是沒有復活的 而且每一篇講章 復活是他們的主題 還有一個大家耳熟能詳 背得出的經文 羅馬書第十章九節 有問他嗎 羅馬書第十章九節 他給提示你們 你們要口裡承認 然後呢 心裡相信 你們要口裡承認 耶穌為主 下一句呢 心裡信神 從死裡 心裡信神 叫祂從死裡復活 就必得救 認信來的 沒有提過十字架 對我來說也很大件事 對我來說我都覺得 我以為我解釋這種經文 我由初信 我由信主 去到這一刻 我都覺得 十字架應該是我們信仰的核心 對嗎 耶穌基督為我們死 一個神 為我們這麼痛苦 釘在一個十字架上面 應該是我們信仰的核心 我由小到大都很相信 所謂由小都是從中學開始 我都是這樣相信 但是 背經文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發覺到這段經文 你不若口裡 認耶穌為主 心裡相信神 叫祂從死裡復活 又真的沒有提到十字架 到底 聖經中心的思想 是些什麼 當然在裡面 在四福音 在保羅的書信 在其他書信 還有很多個 保羅的例子 我今天在這裡不一一和大家去探討 但是這幾件經文 都是當時非常重要的經文 無論在信條裡面 無論在使徒 轉記錄使徒 一路的全福音的經歷上面 無論是我們現在背羅馬路 背的經文裡面 都能告訴我們 復活才是福音的忠心思想 但是 可能會有個問題 那 OK 復活是忠心思想 That's fine 沒問題 我也是信聖經 我也是信這位神 有什麼分別 我希望大家知道 重新再去檢討一下 到底我們現在所聽的福音 所傳的福音 的忠心之後 我們現在知道 原來的忠心 應該放在復活那裡 那到底 十字架忠心的福音 和一個以復活為忠心的福音 有什麼分別 我們都是信人 我們都是信耶穌基督 我們都是信聖經無悟的 有什麼分別 其實第二點 我想跟大家去看看 這個福音的福音 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這麼重要 為什麼大家一定要 坐在聽堂上 在說 十字架不是重點 應該放回重點 在福音那裡 其實著眼點很不同 著眼點很不同 是什麼 當你傳的福音 當你的信仰 是以十字架為這個事件 為中心的時候 是在說兩千多年前的事 保羅也是這樣寫的 他在用的一個 我們叫做Arrestens 即是一個過去的事式 是在說一件事件 耶穌基督為我們死 每一次用十字架 耶穌基督為我們死 贖罪 是用這個事件 但很有趣 每一次 保羅 用復活這個字 是用Perfect Tense Perfect Tense 就是完成式 在希臘文裡面 完成式有一個特點 那件事件發生之後 它的影響一直持續 而保羅每一次 用復活這個字的時候 都是用Perfect Tense 那就會很特別 是一個時間性的問題 當你的福音 放在十字架的時候 是一個兩千多年前的一件事件 對 對 沒錯 兩千多年前 神一次過 全世界的人類 前前後後的罪 擔當在身上 十字架的舉動 就是一個射罪的舉動 對 對 沒錯 可能很多未信的人 就會問 關我什麼事 二千多年前 我被人問了最多 就是 二千多年前 發生什麼事 關今天什麼事 但是你 用復活做忠實的事 本身對完全不同 特別是像保羅那樣 用Perfect Tense的時候 就是說 耶穌基督現在活著 你有幾何會 幻想到這個福音 你有幾何會幻想到你的信仰 耶穌基督活著 每一次 我自己靈修 可能反省我自己的信仰 我是在想 二千多年前 耶穌為我受鞭傷 耶穌為我釘在十字架上 但我很少反省我自己的信仰 是在說 耶穌今天活著 完全不同的概念 一個是 望後面 一個是 望著 慈滅將來 當你以復活為中心的時候 當你以復活為中心的時候 你就是望著將來 就是你每一步 前面的每一步 就是和這個已經復活的耶穌 每一步一步一切去創造 一起去建立 是的 就是因為你的罪赦免 就是因為你的罪得赦免之後 你才有這樣的生命 可以與基督一同復活 去與這個復活祖的耶穌 一同走向將來 那種powerful 那種不再被罪捆綁 而不單單不再被捆綁 而你是知道將來 有耶穌一來做你的忠告 有耶穌一來做你的忠告 完全不同的概念 而他們的基礎也不同 十字架 終生的福音 他的基礎是 為人 即是耶穌基督為人去死 耶穌基督為人的罪擔當 咦 挺有趣的 當我們看很多的戲 很多其他的宗教 都有這樣的 我們叫做figure 即是都有這樣的人物在 但是你看到這些人物的時候 很感動 正如我自己 經常都看一些捨生成人的戲 那些很厲害的英雄 為了要去救一個國家 之後就犧牲了他自己的生命 犧牲了他全部的東西 就是為了救一個 傳播其他人 很感動 而很多其他宗教都是這樣的 佛教都是叫你捨生成人 捨生取義 即是有很多不同的佛教 但是在中國 即是道教和佛教合併之後 其實都在說一件事就是 喂 你不應該為了自己 你應該去行善 即得 為了其他人的緣故 你可以捨棄自己的生命 那麽問題就是 那麽問題就是 你跟一個未信的人談 有什麽分別呢 我們基督教 一談下去 就沒有聲音 就好像 我也是跟別人聊天的時候 發覺到 有很多人都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其實宗教都是導人向善的 為什麼他一定要信基督教 為什麼他這麽霸道 一定要信基督教 為什麼 我真的答不到他 他就直接從頭到尾說 他去吃齋菜 就看到一個 裡面的一個真人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其實他就說 沒有問題 其實所有宗教都會導人向善的 沒有問題 你信基督教就行 你信道教就行 你信魔門教就行 沒有問題 然後那個人就覺得 那個真人的胸襟很廣闊 他就信了佛教 當他跟我分享這件事的時候 我發覺我真的不懂得答 有什麽分別呢 有什麽分別呢 但是當 當我們的福音 是以復活來做一個基礎的時候 所有東西就make sense 所有東西就連在一起 因為復活這個事件 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事 復活這個事件是一件神跡 對不對 沒有人會反對復活在一個神跡 復活在一個神跡 代表著什麽 復活在一個神跡 代表著耶穌基督復活 神使祂從死裡復活 證明了祂的重要性 證明了其實耶穌基督是神 在經歷一個這樣的神跡 那就完全不同了 跟你做好人 跟你做好事 或者跟你捨身成仁 就不單單是捨身成仁 那麽簡單 原來耶穌基督為你做的事 不單單是捨免你的罪 那麽簡單 原來耶穌基督很想 很想 再extend 再延伸一些 就是有一個神跡在你生命中發生 就是一個復活的神跡 在你生命中發生 然後下一個部分 我會再講 什麼是關於你生命中 見證著耶穌基督復活 但我想說 其實復活這件事件 沒有人 沒有什麼人在說 真的 你有多可在復活節之外 聽到這關復活的信息 你有多可在一些單章 在一些基督教的刊文裡面 甚至在一些對外的 一些基督教的宣傳 或者在一些警察會裡面 他會跟你講復活的信息 有真的嗎 因為復活 是最備受爭議的一件事 最容易被人責任的事 復活 神跡 NO 不應該有惹惹惹 這些東西根本就不可能 特別現在科學發達 哪有可能復活 復活是一個謎 對於未信的人 甚至乎可能對於信了的人 他心裏都會覺得復活是真的 我甚至乎聽過一些基督徒 說過耶穌基督的事跡 他的復活是作出來的 是一些故事來的 但是很特別的 如果你看保羅怎樣寫這個福音的時候 他有其中一個很大的部分 除了舊約的承傳之外 他有一個很大的部分 就是講 耶穌基督怎樣向不同的人顯現 然後在第十七節 即第十五章 第十四節 也都講過 如果耶穌基督沒有復活的話 我們就作假見證了 他是將見證神 肯定精神 復活的這件事 擺得很重很重 今時今日也很特別 也沒有人說這件事 其實原來復活是一個歷史的事實 不是一個感人的故事 不是一個感人的故事 是有得追索的 很有趣 已經有不止一個律師 律師說 原來這個歷史的事件 所有的資料 是能夠通過法庭的驗證 無論是外政 內政 無論是說那些人 見證那些人 所說的東西的可信性 都能夠通過法庭 那些條例條文 去證明復活這件事實 是真的 如果你有興趣 或者你們有這樣的朋友 是很懷疑這件事的話 其實有幾本書可以看的 挺棒的 叫做The Case of the Resurrection 是我們摩寧十學院的校長寫的 我覺得真的寫得非常 我完全將復活這件事 當我們的福音 不單單是放在感性上 很多時候那些人信主 就是聽了一個很感動的見證 聽了一個很感人的故事 之後信主 但也都原來 在我接觸裡面 有很大部分的人 不是攬下都可以 不是說神愛你就可以 原來在你的生命裡面 有很多字畫 原來在你的生命裡面 有很多我們叫做一些洞 他還未填得到 而阻止他的信主 但原來把復活這件事 放在一個正確的位置的時候 不單單說 耶穌基督射命你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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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說 我們在宣告一個事實 一個你無可推諱的事實 是一個復活的事件 其實保羅也是一樣的 如果你看回第五節開始 第五節至第十一節 由第五節開始 他一直在說 他跟誰顯現 他跟誰顯現 誰能夠作見證 見證他是真的 之後去到第八節 就開始說 保羅自己的見證 第八到第十一節 就是保羅自己怎樣受神的感動 他個人的見證 而被其他使徒額外的老虎 去成就這個福音 其實是的 原來這個福音 原來這個 用復活作中心的福音 不單單是令人feel good 不單單是令人有釋放 不單單是感覺 不單是感性的層面 原來當我們把復活 放在一個正確的位置的時候 他這件事 是能夠受到時間的驗證 甚至乎是一個court case的驗證 而能夠你拿得很緊很緊 因為我發覺很多人離開這個信仰 是因為不feel good 是因為覺得神不是真面 是因為開始覺得祂自己迷信 剛剛十二月回香港的時候 也都見過很多的朋友 而是見過很多離開教會的朋友 他們心灰意冷 但他們覺得教會已經不再有 可能那些朋友就離開了 或者那些人開始轉了 才有了小朋友之後 那他們就離開了 當你將信仰放在一個感性層面的時候 其實那個危險是在 當我們傳福音 只是讓人感覺到神很好的時候 那個危險性在裡面 但當你將復活 放在福音的中心的時候 你所傳福音的對象 或者你所領受的福音 就不單單是神很好 那麼簡單 是一個事實的 你是無可推諱的 所以我很想大家 在傳福音的時候 很想大家今天 去再一次重新去反省 到底復活是一回怎樣的事 到底你的福音 應該放些什麼的重點 才叫做合乎聖經 特別是我現在開始 越來越想的一件事 到底 全福音到底什麼才是最重要 全福音到底 是不是他卸了罪 是不是他拿了一張入場券 就完結了呢 原來不是 原來這個福音 原來以復活作為中心的福音 不是停在卸罪上 原來以復活為中心的福音 在後面還有很多很多風色的生命 等著 所以最後 我想大家 嘗試 再次 以耶穌基督復活這件事件 作為你的終生思想 再去看一下 這樣能夠帶給你一個怎樣的生命 到底一個以見證復活 見證耶穌基督復活為生命中心的一個生命 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生命 因為其實在裏面有十二個範疇 我抽了一個 和大家分享 因為時間都不夠 在下文第二十節至到三十二節裏面 其實保羅在裏面討論一件事 就是人復活的問題 就是耶穌基督復活 然後 他就用耶穌基督復活來做了一個例子 做了他們叫Thorst的過子 去討論一個 到底有沒有人可以復活的問題 那當然他最後的結論就是 其實人是會和耶穌一同復活的 不過是按著次序 接著在下一個 下一個章 是按著次序 每一個人 應該再下一個 應該再下一個 是按著次序 是23次 按著次序 每一個人 是會在門後的日子復活 這樣就大件事了 這樣復活法 是什麼 這樣復活法 就是你什麼都要算數 如果你死了 一女白鳥 那就算了 特別是很多年輕人 就是想死了一女白鳥 如果你死了一女白鳥 就OK 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原來 末後的日子 我們每一個人 都要復活 這樣就大件事了 那就是要算數 如果你只是看十字架 作為你的中心的話 OK 其實我射罪 原來俄羅說 將來你和我都會復活 將來你和我都會復活 將來你和我都會復活的時候 代表著 其實神不單單 不單單要去搞定你屬靈的狀況 即是不單單要你的靈魂得救 而到最後你的肉體同樣得屬 嘩 這樣就很大件事了 原來基督教的信仰 不是一個屬靈的信仰 那麼簡單 他突然復活這件事件 將我們所謂的屬靈和屬世 撥一聲 在中間門牆打爛 原來你是整存的人 神要救贖的那個不是你的靈魂 神要救贖的那個是你的全人 在你生活每一個角落 在你生活每一個細節 耶穌基督都要參與 我們今年應該不止今年 但後來我們一直都會不停地強調門徒訓練 門訓門訓 不要想著門訓我們只是上聖經的課 門訓我們只是想一些侍奉的事 不要想著門訓只不過是在你的日常生活的活動裏 再加了一樣教會活動 原來以復活為基礎的時候 門訓是你的傳人 所以千萬不要怕牧者會問你 你和你老婆的關係是怎樣 不要怕牧者會問你 你上班又會做假數 不要怕牧者會問你 你和你同事的關係是怎樣 你和你的子女的關係是怎樣 你和你父母的關係是怎樣 因為這個信仰是傳人 不是單單你所謂屬靈的層面 是你的傳人 是整傳人 所以這個信仰不單單是社面的罪 是想你有一個新的生命 是想你靠著耶穌基督復活的那個大難 有一個新的生命 到你死了 到耶穌基督在內 你身體復活的那一天 你的身體都可以 所以當你把復活 放在你信仰的核心的時候 完全不同 你就不會再在feel good那裏停留 你的建基是一個歷史的事實 是一個真相 你就不再是說你屬靈上面 你的罪得赦免 你的靈得救 是說你全人都被耶穌插 但是 因為我很記得這件事 其實最後想有一個 自己的一個經歷再結束 我很記得當年 我讀書的時候 就在Morning侍奉 我們開了一個青年人的送拜 在裡面侍奉 李牧師就會帶著我們一班call group 去看這個青年區 我很記得這件事 李牧師他不單單 一班教學會讀書 李牧師他會教我怎麼做 牧師他會說我和我媽 因為我和我媽關係真的一意都不好 一路以來都不好 但原來 作為牧者 他會關心我的家庭 他不單單關心我 回到教會 有沒有侍奉 有沒有讀經、祈禱 但是他關心我怎樣做一個人 關心我怎樣做一個兒子 關心我的事業 他關心我的人際關係 原來信仰是成舊的 是整傳的 原來去到最後 當你再一次反省這個福會的耶穌 在你生命裡參與的時候 你的整個人 你的價值觀 完全不同 當你遇見困難的時候 復活的基督 在你身邊 復活的主 願意你 有一個新的生命 復活的主 願意你 全任得救 不是單單你的思想 不是單單你的人 所以我在這裏 想給大家一個重新再看聖經的一個機會 嘗試一下 用一個復活的角度 重新看聖經的一次 在舊約裡面都有 特別在新約就更加重 耶穌基督復活這件事 到底帶給你信徒一些怎樣的東西 到底帶給你生命一些怎樣的東西 我想大家在這裏 有一個重新 再去反省一次你信任的機會 你應該放些什麼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應該放些什麼 在你的生命裡面 我們一起祈禱 親愛佩佩神 主要我們去感情 主要求祢幫助我們 叫我們懂得去思想 懂得去留 到底這個信仰帶給我們 這是什麼 到底這個信仰是 純粹單單要我們去得救這麼簡單 還是還有很多很多事情 要我們去經歷 要我們經歷這個封城 神也求祢幫助我們 叫聖明繼續去提醒我們 什麼才是地福音的中心 讓我們予以復活 耶穌基督你的復活 作為一個見證人 去向這個世界 去見證我們自己的生命 見證我們怎樣經歷這個復活的基督的同事 見證基督在歷史的事件裡面 怎樣將來顯現 神也求祢繼續拖大幫助我們 叫我們不停地在祢的信仰裡面去掌重 不停地讓我們去學 我們祈禱仰望 地見耶穌基督得盛的名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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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